在放开鲁瓷之前 它们会在鸟的脖子上 用绳子松松地系上一个活节 以防止鲁瓷吞下捕到的鱼 为了激励鲁瓷去水中捕鱼 鱼民们运用了神祖的声音与动作 一到水下 鲁瓷渔猎的天性就复活了 它们到处寻找鱼的踪迹 鲁瓷善于协同作战 一个上午就能捕到十多条大鱼 加鲁瓷 你更 najle 虽经驯化 但卢慈仍然有着自己的生存原则 据说他们能嫉妒自己抓了几条鱼 当他们不抓到第七条左右的时候 就要喂食一次 所以捕鱼过程中要经常给他们一些奖励 否则他们就会停止工作了